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关键时刻迹进霓临 俄兴的军药爆 俄军射手脑爆内控 普利过进口被逮捕 武装暴动要开始 战局急转当局盟闻户 美正规军参战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关注新冷知情室 我是宇托 先来看看乌王战场上的情况 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作三对外声称 乌克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对抗俄罗斯 已经停止大规模反攻 但普京的说法 真是很难站得住 有暗门分析 普京近期 频频组织战场局势 好了 也反映出 这场快一年半的乌俄战争 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确实 这两日乌军大反攻的脚步似乎放缓了 不过 乌军在乌冬战场取得不少战果 他们在乌皮羊时刻 初毁了俄军的进攻 是在尼米亚方向 乌克国防部说 乌军战士已经挡住俄军对利曼的反攻 并在乌军方向持续向前推进 互方消息还显示 俄军业计划夺取 乌军顿尼茨克和劳金山两个州的全部领土 但乌军部队在乌军地区採取的军事行动 正在按照计划进行 即使俄军部队的雷区拣护了他们的行动 但也没有阻挡他们前进的部分 乌克部队现在在前线取得六个点 据悉 最近一段时间 在整个南线 互运命中一座高路桥 两座铁路桥以及12座弹若库 直接导致俄军必须将处战线中心位置的 战区级弹若库进一步分散 同时俄军必须部署更多卡车和物流转运点 重新恢复桥梁、重新建立更加分散的供应链 这些都需要时间 因为后弓系统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复杂 在本周 南线俄军炮弹发射量已下降低约四分之一 这值得说一下 在乌冬战场 乌冬最大纲要属主力 第三突击旅 第三突击旅是在开战第一天 就挺身而出的自然兵 他们中继有些人 坐在全级的亚触营士兵 第三突击旅曾与第七二突击旅 一起收复基辅教区、煲茶和伊萍等地 接着在亚触钢铁厂之前 参与后勤和千尼双兵任务 在经历了大小战斗后 这群志愿兵 尽身为乌军战斗力最强的劲女 另外是中部战场 23日乌军在晚宫罗伯鬼脸 据悉前锋部队应该已经打入城区内 并且对罗伯鬼后方的托克马赫 采取了远程的自然兴进攻 同日 俄战区哈尔床至少有三个石阵被捕风针影导弹转炸 马里乌波尔亦被炸了 在杜涅哲克的马林卡 本来前几日是俄军在进攻 结果乌军79旅奋起反抗 再一次将俄军赶出马林卡 还反手解放了顿涅士山附近的一角城镇 这里历一世年时被俄军占领 俄罗斯的情报则显示 乌军疑似在重整军队 准备下一波的行动 俄罗斯国防部则打上月底前 早见一支有五个军役的预备役部队 阻止乌军反攻 值得关注的是乌军总参与报发布的报告特别自寻 下月23日上午 俄罗斯卡52直升机 在顿涅亚州被挖守军结落 有分析认为 现在俄罗斯空天军射尺比较远的炸弹 基本已经快打光了 他们现在只是用射尺短的炸弹 所以就不能从远程射击 而且很容易进入乌军的防空系统范围内 那也就是为什么 乌军不能击落卡52 以及俄罗斯人都打不赢的原因 也有分析自信 现在乌军空军越来热活跃的原因就是 俄空天军从开战到现在 没有出卫军一个空军的地 这就导致 乌军战机还可以正常维护保养 以及正常出动率 而这也确实 不能不孕入怀疑俄空天军的真实能力 而乌军一旁便认为失力很弱 他在开战以后成功襲击阻 俄军哈利曼的薩基机场 普斯科夫州的韦伦特耶机场 俄罗斯多夫州的米达旭机场 以及卡路加州的沙尔科夫卡机场 以外界质疑俄军的防空实力 最尴尬的是俄空天军 一直没有成功压制乌军防空系统 因此一直没有办法进行 大规模中心炸弹军炸行动 再读大家说下 关于俄罗斯内部的消息 近日 阿加勒班农军首领普利哥俊 公开批评俄罗斯的战争策略 同时向俄国服部宣战 哈利姆林工方面 正对普利哥俊展开炮军 我们先来看看 普利哥俊具体说了什么 这里和大家总结几个关键内容 这些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普利哥俊6月3号发影片表示 哈利姆林工发动入侵乌军战争的理由 是基于俄军方高层偏族的方言 他直言俄罗斯完全没有必要通过 战争使乌克拉非军事化或非纜水化 而且俄罗斯本来可以在战前和乌克拉得成建议 这场冲突对俄罗斯来说是一场灾难 同时俄罗斯的战争进程 受到腐败分子的阻碍 留给俄罗人的时间不多了 另外俄国防部之所以不让战士们提供足够的炮弹 是因为国防部的领导认为 所有仓库都装换了炮弹 而部队他严重缺乏炮弹 普利哥俊更披露 所谓落下部炮异坦克被摧毁 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之间摧毁了两部炮式弹劾 他还说俄罗斯军队正在向乍波罗尔和欺属方向折退 乌克拉武装部队正在推进 普利哥俊更努称 国防部长下令将2000巨亚的围体藏在廷斯坊里 对于普利哥俊的言辞 不少人猜财 他有精致野心 好了 上一次取代少议估 但普利哥俊并不精于回答这个说法 最后分析自信 普利哥俊明确是反少议估不反普京 他可能是想做宋干 但入了莫斯科 就有可能进化成山堂的朱瘟 所以兆议估也明白 无论怎样都不能给普利哥俊的军队进入莫斯科 另外 影片显示 最让普利哥俊生气的是 俄罗斯军方领导陈下令打击左亚格纳的一个军营 并大量击毙了他们的官辱军 普利哥俊声称 俄罗斯国防部欺骗左亚格纳 他发誓要对这些暴行作出回应 不过普利哥俊说他们不是要发动军事政变 这是一次争取正义的游行 他们的行动不会干扰军队 对于普利哥俊的指责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 普利哥俊说的 关于俄军对亚格纳发动进入襲击等信息 都是不真实的 属于严重的挑衅 俄当局这句俄罗斯联邦刑法第279条 以组织武装伴怨罪 对普利哥俊提起刑事立案 俄联邦总监责长办公室表示 普利哥俊最多判处12至20年监禁 俄罗斯科当局认为普利哥俊的言论和行动 世上在刺激俄罗斯境内发动武装内战 并呼吁亚格战士不要犯下错误 不要作恨普利哥俊的命令 并呼吁士兵控制住普利哥俊 俄罗斯总统三文秘书佩斯科夫告诉塔斯社记者 俄总统普京对普利哥俊的情况是了解的 并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应对目前的局势 外界认为俄罗斯动党时代即将到来 俄罗斯到底要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报道 外界关注度 一前在俄罗战场上 乌军战队里面出现了很多冠用兵 这些民军正和乌军一起对俄作战 其实乌军一直有冠用军 俄罗斯也知道几乎是招募国际军团 而美国等则对此辞去态度 不过在此之前 官裕兵被曝光的次数兵不多 但随着大反攻开始 战略上官裕兵不断涌现 俄罗斯担心不约已以官裕兵的方式派兵呼喊 和俄军直接交战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威 俄罗斯担心不约表示 这些民军是外国官裕兵 是不约的代理人 他们的存在是对俄罗斯的威胁 近日战场上传出的影片 亦让俄罗斯更加放进 画面显示一支美国官裕军部队 正在前线作战 但这支美国官裕军事分队与众不同 他们的整个战场非常专业 所有人归合默契 在指挥官的指挥下进退有罪 这个与临时阻力的军狱部队大不相同 临时阻力的队伍 因为低属关系不明确 互相之间缺乏信任 本身的训练、武器、战术都不相同 在战略上根本就打不出默契的配合 亦有人怀疑 影片里面的小队 不是美国或其他西方的军狱军 而是美国的正规军 因为美国第八二空降使和第101空特使 驻守在波南 而且在沃南境内 本身也有美国特种部队分队 在亚方战争时期 美国特种部队一层遵珠战场 但那个小分队到底是不是美军正规军 我们仍无法查证 只得等待市场进一步发展 再来看看情况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美国、英国等国已在情报、训练、参谋、 后勤、通讯和军事顾问等方面 深度参与到俄汇战争当中 终尚所迅 有舆论认为 戊战供可能会再次升级 国际社会应保持冷静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收看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支持